妈妈 我要听好文章 小狐狸的窗户 作者 安房之子 翻译 安伟邦 我迷路了 眼前是一片蓝色结梗花的花田 一头白色狐狸在我后面颈椎不放 忽然 我被它甩掉了 像是堪丢了白天的月亮 身后传来招呼声 一个围着围裙的小店员 站在一家挂着印染结梗招牌的店铺门口 我一看就明白了 它就是那头小白狐狸变的 我给您冉冉手指头吧 狐狸说着 用四根冉冉的手指组成了一个菱形的窗户 然后架到我眼前 快乐地说 您往里瞅瞅吧 在小窗户里能看到一头美丽的狐狸妈妈 这是我的妈妈 喷嚼以前爬得挨了一下 是枪吧 我问 小狐狸点点头 又接着说 后来 也是这样的秋天的日子 风刷刷地吹着 杰梗花齐声喊道 染染你的手指头吧 再组成窗户吧 从此 我再也不寂寞了 因为从窗户里 我什么时候都能看得见妈妈 我也染了手指 在窗户里面 我看见了一个从前我特别喜欢 而现在绝对不可能见面的少女 我想付钱 可一分钱也没带 狐狸说 请把枪留下吧 她接过枪 又送给我一些蘑菇 我高高兴兴地往回走 一边走 我一边又用手搭起了小窗户 这回 窗子里下着雨 朦胧中 我看见了我怀恋的院子 还扔着被雨淋湿的小孩的长靴 妈妈就要来捡了 家里点着灯 传出两个孩子的笑声 一个是我的 一个是死去的妹妹的声音 我放下手 我太悲哀了 那院子早就没有了 被火烧掉了 我想 我要永远珍惜这手指头 可我回家干的第一件事 就是洗手 一切都完了 我一连好几天都在林子里徘徊 但没有出现那片结梗花田 我再也没有看见那头小狐狸 我再也没有看见那头小狐狸